好了,到最後,各位健就說,他提出幾個問題 我不太明白他的問題是做什麼的,但是先跟大家說一下 他就問,真的是不是會,電台是否只有香港電台發布政府消息 鍾貝權就說,程朗也會給一些時間,政府官員解釋政策 各位健就說,電視也是? 鍾貝權就說,無線有大量時間訪問政府官員 我猜,這裡正在問,指責立場只是偏頗講一遍的信息 鍾貝權就說,主流媒體有很多時間給政府解釋 我們不需要再給他們時間,我猜是在問這件事 所以,郭偉健才問他,究竟電台是否只有發布政府消息 商台有沒有消息?有,就程朗 電視也是有,電視就訪問大量 如果節目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沒有香港電台的節目 那就沒有政府消息了 你媽媽,你有新聞,還有你主流媒體不止電台 OK,繼續,鍾貝權維又說,就是了 但是你的官員是可以主動去解釋的 好了,部長呢,部長有什麼是政府可以控制到的? 他就說,鍾貝權經常說文匯大公的官方 有多少份官方可以控制到的? 有多少份控制不到的? 有多少份控制不到的? 控制不到的就收拾了,那就能夠控制到的 各位健,這麼簡單 但是鍾貝權就不可以這麼說了 就說,他們未必控制,可能會受影響 那麼各位健就說,你可以說個例子給我聽嗎? 那麼鍾貝權呢?因為他沒有理由動自己出來的 所以他想了一會兒就回答不出 各位健就說,不如我問不問你這個問題 免得這麼辛苦 那麼我回答你,各位健 有什麼媒體不是被控制的? 你覺得媒體沒有被控制? 那就是你在按摩七咎 是嗎? 講到事實你剛剛聽 喂,你就想一下 蘋果就被人拘捕了 立場網門就被人拘捕了 是嗎? 然後,明報而已 他都出過政治諷刺而已 都被人搞 那你就明白了 是嗎? 很明白了是嗎? 順報? 順報後面是誰握旗? 你老美 喂,李氏不是建制派 是嗎? 喂,李嘉誠的錢搬走而已 不代表他不是有建制 他不是不受建制影響 方向神報也不用說 星島也不用說 是嗎? 另一也不用說 那還有一些 喂,現在沒有CCTVB也不用說 是嗎? 友善也不用說 Will和信報就是同一個老闆 那麼各位健 那麼主流影響到的媒體是否很多 當時黑警出了四點這個記招 是否所有主流媒體當新聞警報 真是白癡 有哪個媒體不是受控制的 真是好笑的 有每個媒體都受影響 他一不滿意就拘捕你 為什麼不受影響法呢? 你蘋果還在的話 你就可以說 沒錯 政府真的不是控制所有媒體 蘋果就收拾了 不簡單 好了 各位健就說 媒體世界裡面政府沒有網媒 網媒不像傳統一樣有一個大桌 各位健就說 你們有很多追蹤員 160萬 那麼中美權就說 追蹤員不代表新聞 是多人看的 亦都說自媒體 新聞都很受歡迎 那我們也不錯 不過我們不是新聞 我是評論 我不是報道新聞 評論 沒有一個大台 也很多人不只是看一個媒體 各位健就說 網媒可以無限人手 怎麼可以無限人手 各位 你是不是有病 怎麼會有網媒可以無限人手 或者24小時運作 但是政府不可能24小時管理 你是不是很笨 政府不可能24小時管理 晚上沒有消防局 晚上沒有醫院 晚上沒有地鐵 晚上沒有公路 晚上沒有警察 低能 他說今時今日不是說政府有多少資源 而是有多少渠道 我都說 都說很多 怎麼會不多 蛤 他媒體去放資料又可以 電視又可以 商機又可以 網站又可以 他用短訊去射都還可以 那最後呢 他就說 你經常說 真理越辯越明 喂 但是歐家倫篇文章 說關於電台中止 特朗普直播 跟你的說法不同 我也不知道 郭惠健 你真的衝出來 這樣就更加證明 有言論自由 這樣就更加證明 立場和歐家倫不是在一起 這是第一 第二 別人說外國 別人說美國 美國的媒體生態 差極 都是兩邊的聲音 都可以容納 當然有段時間 就比較偏向一邊 但是還是有 還是有 還是有 Fox會不會被民主黨拘捕了 是嗎 Political 不是Political 還有一些小報 紐約Post 那些 或者比較幼的媒體 會不會被拜登拘捕了 或者特朗普那時候 他會不會拘捕了 整個 BBC 那些CNN 不行的 你用美國來說 你怎麼會笑死人 他就說 不過現在互聯網生態 很多研究指出 假話比真話 就傳播更廣 真理 就不會越變越明 很多人 只是相信自己所說 其實他說這些 他也是想說 立場 你應該 是要把關 這些錯的 他認為錯的 立場 就不應該報道 鍾貝權不斷說 人是有自己的獨立思維 你應該相信人民 好了 鍾貝權怎麼回應呢 他就說 第一 文章背景是說 美國的電視台 鍾斷特朗普說話 這是一個討論教材 當時沒有權威說 哪一邊對哪一邊錯 是嗎 那麼 所以 我們報導的時候 針對特朗普 被認為說假的事情 去補充事實 也有人認為 特朗普說話的時候 不應該被中斷 就有得談 是嗎 他只不過說 假消息是容易流傳的 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法 但是 在民主和重視言論的自由社會裡面 當然除了有媒體治律 你的平台本身會做篩選 民間有公民社會去監察 再加個人分辨是非等等 就是沒有一件事 就是不會有政府介入 就不像現在香港那樣 或者中共那樣 真的答得很好 答得不錯 最後郭偉健就說 總之你認為要把關 不過你比較寬鬆 那 鍾佩權重新就說 總之我們就會知道 作者是否有事實基礎 郭偉健就說過 如果他基於half-truth 這句話呢 這句話呢 真是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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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一下 鍾佩權厲害了 我覺得half-truth 這個詞 有奇異 你要說是你的 所謂half-truth 有些人 他講一個角度 不代表他不講出事實 是嗎 譬如我 這樣說 黃絲有陷家產 藍絲有陷家產 那我就想說 藍絲有陷家產 我不是不講出事實 是嗎 不過 為何我會扔你藍絲 你有公權力 這麼簡單 是嗎 這麼簡單 那麼 郭偉健就舉例 我打你一巴巴 你打我一巴巴 我只說你打我一巴巴 如果你有公權力 我當然是說你打我一巴巴 是嗎 一個 一個市民 假設他打了警察一拳 警察打了市民 你覺得誰比較嚴重 當然警察打人士 嚴重一點 是嗎 所以721也好 831也好 為何市民這麼生氣 因為白衣人 是跟你警黑勾結 去打香港人 831 是你 你暴龍 衝進去 見人就打 你太古城站裡面 是行私刑的 是你警察 不違反警察通例 又沒有號碼 催淚彈去平射 插裝嫁和看片 丟旁邊的東西 就塞進袋裡面 是嗎 然後再濫用法律程序 國安法裡面 是無可挑戰的 我們這些事情 使得市民憎恨 而你 各位見 你們這些 你明明應該站在公義那邊 幫小市民那邊 當然我們知道 法律面前 窮人陷糊 是嗎 但你也不是幫到這樣 喂 但法律面前窮人陷糊呢 窮人陷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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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也不是絕對 第二窮人你也可以變成有錢 是嗎 這件事也不是最差 現在不是窮人陷糊 是香港人陷糊 是嗎 你法律面前 你是法律站在你執政者那邊 因為被你的暴政都變成政治工具 你明白嗎 各位見 我猜你也不明白 好 六月十九號 結案陳詞 嘩 還要等多一個兩個月 好 我不知道鍾佩員有沒有保釋 好像有得保釋 好像有得保釋 那希望 頂住 保重 鬥長命 各位網友也是保重 今天整天差不多 大家有個假期好好利用 那 可以做什麼好呢 可以自己想 總之做什麼都好 一定不要忘記支持著我們的GG Channel 還有一些我們友好的所有平台 那我們繼續努力 好 最後看看有些網友 comments 就這樣 明天見 拜拜 Patreon Patreon今天上載了 Patreon今天講些什麼話題呢 首先 法國總統馬龍和馮德諾欣 歐盟會的主席 將會訪中 講一講這件事 還有連帶 我覺得馬龍也有一點轉移視線 因為他的退休改革也搞得很厲害 另外 芬蘭正式加入北約 接下來就橫看七月立陶宛峰會 最後 在中美戰裏面有一點補充 中國正式被認為強國 在發展中 並不再發展中國家 為什麼中國這麼大反應呢 以上的內容 希望大家加入Patreon 五元一個月支持小弟 多多支持 大大幫助 明天再見 拜拜